還有裡面會說了很多阿拉斯塔克 我們覺得是一種超能力 原來那些其實有一些人類應該有很基本的能力 而我們遺忘了 就例如和動植物溝通 是的 其實有些譬如僻谷 或者生食 或者上山修行 度假 都有碰過 其實經過一個不是太長的時間 他可能完全吃生 或者完全是吃野菜野果的時候 他那種人的第六感 或者一些超能力 其實就會騷擾 是的 沒錯 其實說說可能人本身 你適合這個大自然式的生活 其實你有那些能力 就是自然是有給你的 是的 沒錯 尤其我自己之前試過真的 吃生 吃了三個月之後 真的去回大陸 去我老婆鄉下 去到潮州 他們說潮州話 真的去回大自然的地方 突然間 我是明白對方 他想表達什麼 說什麼 然後我問我老婆 他是不是在說這些東西 我老婆告訴我 是的 所以在書裡面 說阿拉斯塔克 他懂得很多不同國家的語言 我自己可以說 是這些我經歷過 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阿拉斯塔克也說 他怎樣去學 他其實在說很有趣 他就好像他之前 剛才我們所說 他每一天都有功課去做 告訴一些農夫 他們怎樣可以改善 他們種植的方法 阿拉斯塔克也會去不同的地方 在森林 透過遠距離去不同的地方 去看看別人怎樣說話 有些地方他不懂 原來我們可以去感受對方的 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叫做意念 他的意念是想表達什麼 我們慢慢就會學懂他的語言 明白 這個原來是他爺爺去教他 去訓練他 他就說回 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訓練小朋友 去學語言 尤其是我們很奇怪 我們小時候學語言很快 大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學習也不懂 我自己 學英文 學習也是一般的 其實我們就是 不能夠去回我們最原本 最舊時 當是一種玩 去感受對方說什麼 小朋友是感受 我感受你叫我叫爸爸 那我就叫爸爸 你叫我叫媽媽 原來這個就是媽媽叫做 就是媽媽 現在我們可能長大了 就會有很多頭腦分析 我們應該怎樣怎樣去學語言 書裡面就說了很多這麼有趣的東西